好 立法院今天邀请NCC主委陈耀祥 来做业务的报告以及备询 我们看到在立法院 他 我们的NCC主委陈耀祥 突然脱口而出 说言论没有百分之百的自由 我们来看看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 我们要保障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没有真正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如果你说杀人放火 这种恐吓这种言论 怎么会是言论自由呢 今天电视台要怎么样杀人放火 你把这不同言论 不同立场的言材 视为跟杀人放火一样 所以说确定就是你要讲的话吗 好 陈耀祥脱口说 没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您看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傻眼 这个黄建豪说 你确定要这样讲吗 把不同立场的电视台 视为跟杀人放火一样 你确定这是你要讲的话吗 他再一次跟他来double check 好 我们来看看包括 今天在立法院陈耀祥 当然变成蓝白的 在野党的立委的攻击 或者是直询的焦点 包括洪孟凯说 我希望您主委 可以有周楚楚三害的精神 哪三害 他认为过去NCC有伤害言论自由 伤害新闻自由 洪孟凯说 用同样的标准 麻烦你以后都要检视 所有的新闻台以及说清楚 到底是谁指使关掉中天的 那陈耀祥说 我不是周楚 也没有除三害的问题 周楚除三害是一部 现在很夯的电影 而另外我们看到 昨天其实包括国民党 跟民众党都讲 NCC给的报告 很糟糕 很草率 七成都照抄去年的内容 陈耀祥也坚定表示 是没有重写的问题 本来要他们重写 他没有要重写 他说有需要我会再来补充报告 而交通委员会 今天早上以6比5通过临时提案 成立静电式深社 以及后续弊案争议的调阅专案小组 我们看到媒体都报道了 不过官媒比较特别 官媒在不管是标题或是内文 都把弊案两个字拿掉 都说是静电式调阅小组 静电式调阅小组 如果你点进去看内文也没有提到 包括我们看到交通委员会通过的 所谓静电式深社 以及后续弊案争议 是不是有一点点刻意 要把弊案两个字拿掉呢 过去我们看到裴伟在2022年 有一段录音档被曝光了 他说静电式 当时他是跟这些股东 在开会的时候讲的 他说静电式一定会通过审查 这是总统的执意 而且还提到了几个人 包括苏贞昌蔡英文 以及洪耀福 所以陈耀祥是帮上面的人 在执行某一些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我们在看到包括在立法院 很热闹的柯建民 这两天不断的射箭射向 国民党的新科立法委员 他说国民党 国民党有一个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提案 包括要让海外投票 这件事情变成我们以后未来投票 你如果住在外面 你可以用通讯投票这件事情 可以让他成真 柯建民讲说 民进党可以接受移转投票 可是根据宪法规定 投票是秘密的 如果国民党推动海外通讯投票 这违宪 他认为这违宪 他认为中共有可能会下指导棋 柯建民这几天 矛头都对着蓝营的立法委员 包括说素质差 义和团话 联马戏团话 那蓝营就回敬他说 你的素质可能也没有这么好 在网络上大家也问 柯建民虽然在立法院30年 可是素质好不好 大家见仁见智 包括为什么最近柯建民 好像炮火一直不断的锁定新科立委 尤其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小心有讲 可能是因为韩国瑜 那到底是为什么 那韩国瑜院长现在 这个上任到现在 一般的评价都还不差 包括前一阵子在高雄 有一家餐厅是霸函餐厅宣布结束 那李燕秀今天就有讲说当时这家霸函餐厅非常高调的来攻击他 要罢免他 如何如何 现在这个店已经关门了 关门歇业了 李燕秀就说韩国瑜当时就说不管谁 不管谁 这个攻击我或是对我好的 捧我的骂我的都是一件好事只要他能够赚大钱 这是韩国瑜温暖的地方 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柯建民在内的攻击到底是为哪桩呢 集中火力在国民党的新科立委 廖伟祥 牛许婷 罗廷伟 据说他们现在脸书已经有很多侧意进去攻击了 看起来像是老柯点了一把火 告诉大家可以去攻击这几个人 所以黄阳一鸣就讲 这个是可能民进党开始准备了2028 对这些惊险选区势在必得 包括廖伟祥 牛许婷 罗廷伟他们打败了原来民进党连任的 比较资深的立法委员 所以在2028要讨回这一局 所以就把素材丢到群组 然后南北串联就是这么简单 意思就是说 侧意可以攻击了 我们点了一个信号 我们点了一盏灯 可以开始发动攻击了 为的是2028 来 请教巧新 其实今天在交通委员会 应该是最热门的一个地方 因为通过了两件事情 大家现在只看到有通过 禁电式的调阅小组 弊案调阅小组 但同时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表决是谴责 大家集体谴责陈耀祥 很少见的在委员会里面的临时提案要表决 但今天主席就这个 招伟就直接说他要表决 表决五个民进党的 四个国民党的 然后对上四个国民党 加一个民众党的 就5比5 这时候招伟是陈雪生 然后他就来投票 他就投认为要谴责 以及要成立调阅小组 所以甚至当下 现场还有民进党的人讲说 不要投票啦 你看人少的时候就在那边 不要投票啦 干嘛投票啦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跟这个陈耀祥对话的部分 发现他其实基本上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官员 比方说我今天问他的时候 发现几件事 第一个中天案的部分 他自己也承认了 使用旧有的评分表 而不是新的评分表 这就是导致为什么 他们会败诉的原因 是他跟委员开会共同 讨论出来的结果 所以他们不是说不小心误用 是我们开会讨论 要用这份评分表拉一瓶中天 第二个他们在过程当中 三次中天希望能够阅卷 他们都不开放 一直到了法官那边 法官问说 为什么都没有给人家阅卷 然后他才说 好给你阅卷 这代表什么 是恶意的 再来他们完全没有规划 未来的官司 如果定验NCC败诉 要如何处理52台的问题 因为你在过程就把52台 给华氏处理了 对不对 完全没有 所以不负责任 你要回去学校任教了 所以以后拍拍屁股走人 这不关我的事 最后 我踢爆一件事情是 NCC曾经请罗世宏 另外一个也是 他们的委员 到东森电视去上课 然后上什么课呢 建议他们的政论节目 要效法三例 说你们的来宾不够多元 你们的议题不够多元 来看看人家三例怎么做的 当下陈耀祥就说我们没有 可是我事后我出示了对话 我有查 那个去被上课的那个人 有当时就给我们反映 时间地点都有的 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 他们一年下来 发函给多少的电视跟广播媒体 要求大家写报告 我今天问嘛 你们一年发函多少次 给各媒体 请他们回复报告给你们 数字没有掌握 会后之后才要统计给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各方面面来说陈耀祥的做法 都是荒腔走板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立委要举手 表决要谴责他的原因 最后讲一下柯建民 我觉得他们最近在打 这个不在籍投票 我要讲一下我们的立场 不在籍投票 它是分成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修选霸法的部分 是针对中华民国的境内 我们可以比如说 我的户籍在屏东 但我人在台北读书 我可不可以在台北移转投票 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在第二个部分 那会不会碰到修宪的问题 但是绝对不是柯建民所说的 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就没有秘密 会被监控等等 不是 是涉及到宪法征修条文 第二条要反国的问题 所以柯建民真的不要 在立法院待久了 就以老卖老 拿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 来呼噜大家 你今天当然可以反对 当然可以辩论 但是你不可以拿错误的说法 只因为你在立法院的资历久 你就觉得我讲天是对的 我讲地也是对的 他说国民党很多立法委员 现在提出来的法案都是违宪的 我记得老柯是这样讲 来请教维翰 其实这个不在籍投票 我相信会是 接下来在立法院很重要的攻防 因为这个新的利润 我倒是蛮期待的 三党不过犯 很多话题 很多问题都可以公开的讨论 包含现前讲的总统大选 是否两轮投票等等 现在目前提到不在籍投票 我要先跟观众朋友 报告一个基础 日本在1998年 就已经推动不在籍投票了 什么意思呢 我不在籍 比如说如果前子 他在国外上班 爸妈讲说你回来投票 我在海外 海外有投票所 直接投票 这是最方便的 海外如果没有投票所 那就是用通讯投票 我们的选务单位 他把票寄到海外给公民 潜宜军 他拿到了以后 圈圈他要圈圈的人 然后再寄回我们选务单位 这就是通讯投票 所以海外投票还分好几种 有通讯投票 或者是特赦投开票所 我跟观众朋友讲 1998年就是日本 韩国比较晚是2009 可是韩国有后期 这个怎么讲 就是 就是 后期直追 他在2009年开始举办以后 他2017年 甚至在台北都有投开票所 我们台湾 台北就有韩国投开票 2017年 对 然后有2000多个 在台湾的韩国人就去投了 可是这么多的 投开票当中 我现在目前的了解 好像就是没有在北朝鲜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民进党反对的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台湾有一个叫移转投票 柯建平讲说 民进党接受移转投票 但不接受 不在即跟海外通讯投票 理由有两个 他认为通讯投票这件事情 我刚讲寄出去寄回来 他认为在中国大陆的台商 跟在那边工作的 或者是在那边生活的台湾的公民 无法保证可以秘密投票 他认为会被中国大陆干涉 所以无事要的用词是 开后门 北京就可以控制在大陆的台湾人 怎么投了 所以他反对 这是第一个 好 通讯投票 他认为那个过程不行 第二个就是说 你到海外去的这个过程 你的境外投票 他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设一个 有公权力的投票所 所以这两点都办不到 情况之下的时候 他现在目前反对 那广告时间 刚刚我跟主持人在谈 那你可不可以 如果中国大陆不要 那日本 那纽西兰 澳洲 美国 可不可以呢 所以海外投票这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 它是不是只有单纯的 这个所谓的通讯投票 这个方法而已 它还可以设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特赦的 投开票所好几种 监狱 有些人他其实还可以投票 但是监狱里面没有投开票所 军队 医院 你可不可以特赦 你如果设投开票 他可以 最后一个就是 移转投票 现在目前台湾现前 移转投票 就是比如说我住淡水 可是我在板桥上班 那我就同一个县市当中 我的投开票所转移到板桥 不能离开其他地方 跑到高高雄平常不行 那目前台湾有没有这样用 有 就是投开票所的工作人员 悬务人员 他在同个县市当中 他可以像我刚刚讲的 我要去板桥当悬务人员 那我是淡水人 户籍在淡水 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去 没关系 你在板桥这个投开票所 可以移转投票 以上所述 就是目前的各种 不同投票方式 但不在籍投票是世界的趋势 我觉得应该推动 但如果大陆那边的通讯投票 害怕秘密会泄漏的话 我觉得立法院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来 惠文兄 这个交通委员会有很多案子 有中天的案子 有禁电式的案子 有三例中家的案子 我不太懂到底 国民党要阻拉什么 但是潜质在大选的过程里面 国民党跟侯侯怡都有承诺过 如果他当选的话 要把52台还给中天 但是侯怡没有当选 但是国民党他是 这个占在立法院是多数 但你看钱只用一整个版来写 不在籍投票 你就知道有多么的捧场 不过我也比较诧异 这个要请教巧新委员跟伟翰 在520之前要过关 国会改革无法 520之前要过关 如果他过关 我一定帮国民党鼓掌 有可能在520之前 你这个国会改革无法要过关 但是如同两位前辈刚提到 不在籍投票 柯文哲是赞成的 然后朱立伦跟侯侯怡 在进行的过程里面 他们也是赞成 他们都是赞成 就蓝跟白都是赞成的 你们两个加起来是过半的 我就看你过得了过不了 那也要看这个柯建民 要怎么去挡 所以你看这很好玩说 中国时报也说 蓝颖有12金刚 第一名是徐晓鑫 这个徐晓鑫 这么大的credit 可是 可是前子 明明国民党有52个立委 那你说有12个金刚 那另外40个是干嘛 另外40个是看戏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说有一些国民党的立委 被攻击或什么的 我比较觉得说 如果说你已经当上立委了 你连网军都控制不了 你看有多少网军在攻击黄伟翰 黄伟翰才算的 有多少网军在攻击徐晓鑫 他也不是挺过来了 你说我连网军打我 我好怕 那你怎么去打民进党呢 我最后讲一下这个柯建民 当柯建民跟朱立伦在互骂的时候 柯建民就赢 柯建民是党主席吗 不是 可是柯建民说国民党 不要走入历史的焚化炉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我用这句话当我的结论 各位观众朋友 我讲这句话你可能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柯建民攻在立法院吗 不是 可是柯建民他在立法院这么多年 他攻在民进党 民进党这几年没有他 民进党就倒了 可是我要问国民党有像 柯建民这样的角色吗 国民党这么多立委 哪一个立委对党的贡献 在立法院的贡献 你这么多年内你攻在 我觉得柯建民我不太愿意批评他 他讲的没有错 他讲的有什么不对 你这个前置 因为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往那个视线的方向走 因为现在大把关15 我们有15个大把关 他的颜色是同一个颜色 你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 抄抄抄抄 抄到最后一定是视线 视线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结果是什么了 同一个颜色你觉得 他会做出什么结果 都是蔡总统提名 没错 没错 好 我们进行下广告